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9年 肖战以晨庆另一句走红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顶流男神 然而 早在他的知名度飙升之前 冷门网剧哦 我的皇帝陛下 已经有一些敏锐的观众注意到了他那独特的颜值 肖战的容貌确实令人惊艳 他的笑容仿佛能治愈一切 流露出温柔和宁静 尤其他那双眼睛仿佛能够与人交流 当他穿上古装时更是增添了几分古运 散发出浓厚的氛围感 这种颜值让人难以忽视 肖战频繁的入选各类与颜值相关的榜单 无论是最帅古装男神还是全球百大帅哥 他都名列其中 尤其是在全球范围的百大帅哥榜单中 肖战多次获得中国区最高排名 这完全是实至名归的零死角帅哥 吴磊 吴磊是一位童心出道的浓厌男神 他打破了童心成年就见光死的说法 对于吴磊 很多人还停留在他幼年的印象中 那时 他的大眼睛和包子脸简直太可爱了 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这个大男孩已经成长为一个英俊的美男子 他有着1米83的长腿 英俊的外表和独特的少年气质 是许多女生心目中的校园男神 虽然吴磊的真正幼太感在20岁后逐渐消失 但他的轮廓感开始增强 加上高眉骨和深眼矿 虽然的双眼皮使他的眉眼深邃而富有异国情调 他的眉毛是阴气十足的健眉 毛发感也很强 吴磊的鼻子虽然有些不足 但他的鼻头比较圆 鼻子长度不够 鼻孔明显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颜值 吴磊的人中有些长 这使得他的正面三挺不太完美 但这也让他的脸更有辨识度 吴磊的脸具有原始的野性美 他非常自律 除了身高 他还拥有腹肌和马甲线 手臂力量也很强 杨阳是一个有难有力的帅哥 杨阳 杨阳同样是那个 让人感叹不火没天理的一位顶级大帅哥 虽然现在的他游是真的游 但他的帅也是真的帅 微微一笑很倾城 这部剧让他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男神 接着在你是我的荣耀中 杨阳再度突破自己帅的高度 他真的就像小说中走出来的笑草 或者是什么神秘人物 杨阳的五官不太有攻击性 他的眼睛非常漂亮 鼻梁修长 嘴唇厚薄适中 他的面容在不笑的时候散发出高能感 而笑起来则极具诱惑力 此外 杨阳身材挺拔 受过军校训练的他拥有出色的仪态 不论是古装还是现代装 他都毫无疑问地散发出一种帅气 和肖战一样 杨阳也是1991年出生的男神 两人被公认为90后最高颜值的男星 自从2022年在《苍蓝绝》中走红后 王赫帝迅速成为备受欢迎的小生演员 他的颜值也成为公认的亮点 尽管在御龙时期因妆容而遭受一些批评 但在那个时候已有不少人对他的颜值表示认可 王赫帝拥有典型的浓内大眼的特征 眼睛宽大明亮 高挺的鼻梁和锐利的五官 纵观王赫帝走红之后 人们经常讨论他的颜值 有人可能会提到他的五官并非完美对称 或者注意到他的嘴角稍微有些歪斜 但事实上 虽然的帅气男孩和美丽女孩 五官上都可能存在些微的不规则之处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王赫帝的魅力 他属于那种一旦出现就难以被忽视的帅气类型 是年轻小生中颜值的巅峰之一 徐凯 徐凯也是九五后男星中高颜值的代表之一 他曾被多半网友列为新一代四大颜霸之一 女王赫帝齐名 共同被公认为新生代帅哥的代表 徐凯的颜值实在是高得惊人 五官精致 眉眼之间流露出优雅从容 早在他出道之前 学生时代的徐凯因为太过英俊而备手欢迎 后来 他转行成为淘宝模特 依旧以高颜值在网络上积攒了大量的人气 无论是时装还是古装 徐凯都能够轻松驾驭 成为一位颜值和演技兼具的男星 如今 徐凯的颜值魅力依然不减 他在近几年几乎包揽了所有古装剧男主角 从《延喜攻略》一路延续至 从前有座《灵剑山》 《鼻歌行》 《千古绝尘》 《上石》 《雪英领主》 《仙剑奇侠传》六等作品 相信大家都知道 影视公司为什么如此钟情于让徐凯出演古装剧 原因就在于 他那超然的古装美颜 成为了观众们的最爱 陈晓 我孤孤不走 我哪儿也不后绝 就算我死 在肖战 罗云熙 任嘉伦 陈亦等古装男神红变之前 陈晓早已成为备受瞩目的古装颜值代表 其颜貌确实出色非凡 陈晓的颜值 介于浓淡之间 然而最为独特的是 他那双桃花般的眼睛 在古装剧中 当他与女主角对视时 那眼神仿佛能够深入人心 宛如要将人的灵魂牵引走 他的眼睛充满了柔情 一倾笑间便能让人心醉 陈晓的颜值无疑是不容忽视的 早在成名之前 他曾在于正的作品中客串小角色 虽然戏份有限 但因其高颜值而受到极高关注 而他真正的爆红 始于2013年的古装剧《陆真传奇》 自此成为了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古装男神 成毅 成毅与王鹤帝·龚俊 成毅与王鹤帝·龚俊 陈飞宇一同被网友评选为 内地娱乐圈新一代四大神演 自从出演《琉璃》以来 成毅凭借其惊人的颜值和演技 迅速成为了备受认可的仙侠剧男神 成毅的现代造型 或许没有古装那么抢眼 但一旦身着古装 他的形象仿佛坏人一心 这也是因为他的五官更加倾向柔美的路线 成毅在古装剧中散发出出城的神仙气质 这种氛围越发凸显出他的独特魅力 许多网友甚至感觉 成毅穿女装应该能够骗过不少人 在琉璃 陈香如蟹 有好几套造型都美过女主角 再加上成毅超绝的眼神戏 掀起满满 让人越看越沦陷 宋威龙 宋威龙是公认的大帅哥 许多粉丝认为他就是九五后男星的颜值巅峰 宋威龙的五官特点鲜明 见眉心目 深邃的眼神仿佛雕刻而成 他小小的脸庞 几乎从任何角度看都无法找到瑕疵 可以说也是一个颜值灵死角的代表之一 尽管他年纪上轻 1999年出生 今年只有24岁 但他的成熟气质不减分 又没有过分的熟男感 还保留着些许青春的气息 独具风格 龚俊 龚俊也是频繁出现在各种颜值榜单上的明星之一 他那立体分明的面部轮廓和深邃的五官 让人只要看一眼就难以忽略他的帅气 在《山河令》这部剧中 龚俊将自己的名气推向了流量男神的巅峰 他在剧中饰演的温克行级妖妹和霸气一身 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帅气 龚俊能够像在《山河令》中的温克行一样 兼具妖妹和霸气 但同时他又拥有一双可爱的狗狗眼 让他多了一份天真无邪的感觉 无论是展现霸道的一面 还是展露阳光的笑容 龚俊都游刃有余 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颜宽 颜宽真的是让人感到惋惜 如果把他的颜值放到现在 毫无疑问 他也会像肖战 羊羊一样受到炙热的关注 时常提到帅哥话题 颜宽的名字总是频频出现 难以想象有人的五官会如此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颜宽的五官特征鲜明 浓厉的眉毛和大眼睛 高挺的鼻梁 细薄的嘴唇 他的眼神充满了一种狡黠又邪恶的气息 就像是一个妖精般在诱人 许多人认为 颜宽非常适合演绎斯文败类 或者霸道总裁这样的戏录 他在演绎天下第一美男等角色时 都能让人幸福 这使他成为许多网友心中难以磨灭的一位顶级帅哥 陈飞宇 陈飞宇是自2022年的点燃我 温暖你才被关注到的 早期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只停留在陈凯哥的儿子 没想到陈飞宇在点燃我 温暖你的金发扮相 让很多人都被他的颜值打中 陈飞宇也是豆瓣网友票选 内于新一代四大审年之一 其实点燃我 温暖你播出时 很多人都觉得陈飞宇有点像吴亦凡 大家称赞陈飞宇 继承了妈妈陈红的美貌 五官升得非常好看 那么以上就是一太整理的 娱乐圈那些拥有神级颜值的男星的全部内容吧 不知道小伙伴们还有什么补充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与一太进行互动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一太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一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 感谢观看